你去吧 商业买多了 便宜你了 乔非 乔非 乌小姐的时间就是今天 我的时间就多的是 乌小姐是怎么着呢 不 您想多了 嘉宜她是个妇娇女的 喝一碗 喝一碗 喝茶吧 其实吧 能不能合作 才得看小乔你 不好意思 我再去接个电话 喂 你在哪儿 喂 我这信号不好 我问你在哪儿 喂 我也不知道我这是在哪儿啊 这里是贝比特 我想你们接话的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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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见你们就是给你们面了 拿着三十块钱的批发市场的名牌 就真当自识是英国的流行商 我都查过了 根本就没有吴嘉宜所说的那个学校 那你想怎么办 其实我特地还开了一瓶名贵的红酒 你怎么着 也得陪我把这酒喝完了吧 要不不是打我脸吗 没问题 去哪儿啊 我弄两块饺子给你把这干了呀 你干 你干什么 哪儿冒出你这么磕葱来 我和我妹妹聊天呢 干你什么事啊 你们都管大爷叫哥哥呀 主任 我让你准备的东西呢 准备的差不多了 后果你自己清楚了 这土老帽谁啊 你找来帮忙的吗 你想要骂人是吧 我骂的就是你 现在我要带他走 你有什么想法吗 什么路是吧 什么路是吧 不该管的别管 别跟我这儿找事了 不找事 不找事 其实吧我就刚认识 我也不熟 不熟 那个 他之前有什么麻烦都没关系 我都给你拿着 但是 ćξ watching german 艺03 是吧 主任 现在回院里吗 就你穿成这个样子 还好意思回院里 你家在哪儿 回去换衣服 师傅 曹家杜司机悦成 谢谢啊 又怎么了 我好像没带钥匙 那怎么办 你别着急 别着急 你别生气 别生气 我 我打给吴嘉仪 我 我这就打 你别生气 你别生气 你快快 喂 嘉仪 我没带家里钥匙 你上次说 你把备用钥匙放在哪儿 好像可能也没有什么备用 什么你可能没有是什么呀 对 你再想想 喂 别跟我装一副 可怜巴巴的样子 我 好 小车 主任 我 没有密码 去开间行动套房 然后把房间号发给我 再去买一件正常的衣服换上 女孩子要自尊自爱 主任 进去 你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我不想参谎 带你去吧 我这次被你抗死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跟程杰阳解释 你下次有这种情况 你能提前找清晰吗 我猜 你真太不靠谱了 行行行 我跟你说跟你说 把你把门关好 我们俩 你才开房呢 女士 你好 有什么需要可以帮到您 行 我不跟你说了 拜拜 您这儿最便宜的衬衣 还有裙子 帮我拿一套好吗 好的 这么贵 谁买的 我把东西放那个桌子上 好的 你回院里了 咋呢 我一共花了一千二分期付款 还你行吗 每月三百 那今天我们就在这儿 工作了 没有我们 你工作我休息 谢谢 谢谢 那我们明天是直接从这儿回去吗 那我们明天是直接从这儿回去吗 主任 早回会吗 你为什么不穿衣服呢 家布王子的事情解决了吗 需要我跟月灵写检讨吗 那需要有什么我去说清楚了吗 我 金柔 不许说话 不许问问题 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看什么 看什么看 还不会听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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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夫人 我我选这个还是选这个 你觉得呢 茶字典去 好 我去吃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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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 醒书完去餐厅找我 送你的 昨天晚上一千块钱够了吧 什么意思啊 正有你一天晚上的时间呀 别装糊涂了 你不就是想挣钱吗 你会说人话吗 你把我当什么 你把你当什么我就把你当什么 我只知道你需要钱 你现在就把这个钱给我拿回去 不然你信不信我把这个钱扔你脸上 何必呢 你不就是需要钱吗 当然了 也有很多你自己的委屈和不得已 但是你知道理想是什么吗 理想是有底线的你懂吗 你为了理想不顾一切什么都做 那是道德沦丧 我到底干什么了让你这么误会我 没什么误会 做什么你自己清楚 心里怎么想的你也自己清楚 当然了 你这种人我以前也见过 曲线成功 也能成功 能成功不就行了 所以就算有一天我真的成功了 你也会觉得我用的是下三滥的招对吧 我告诉你别跟我谈出身 谁都穷过 我穷的时候也打过功 吃了上顿也没下顿 但是我再穷也知道不能堕落 我怎么堕落了 我怎么了 我是出去杀人放火了 我还是去卖银偷东西了 昨天的事是有原因的 是误会 好好不要跟我解释了 我说过 你这样也能成功 行 我不跟你解释 我不跟你解释 我跟你说什么 你永远都是这副嘴脸 你有你的优越感 你永远只会戴着有色眼镜看我 我告诉你我带过很多实习生 我没见过一个像你这么麻烦的 又要待在高翻院 还要去夜店 还要卖红酒 精力倒是很充分 这能力很强 如果我白天上完班 我晚上回家 我就能筹集我所有的生活费的话 你以为我想那么累吗 高翻院不发学习工资的吗 你一个女孩平时能用多少钱 你贪慕虚荣享受物质生活 就直说 我最烦你这种振振有词的了 你活得简单纯粹点不行吗 为什么永远把低贱当高尚呢 我哪儿低贱了 程佳阳如果你有机会做一天我的话 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我会像今天这样 是 你跟我说你穷过你去打工 我也知道你肯定不是靠你的家里 但是你知道你家里给你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吗 不是钱 是安全感 你有安全感 但我没有 安全感是自己内心的强大 安全感是自己给自己的 别人给不了你 你永远都是这么傲慢 因为你根本不会设身处地地去替别人考虑 你永远不知道别人的困难是什么 有什么困难你说呀 都没见你说过呢 我说出来干吗呀 继续增加你的优越感是吗 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呀 你把自己当成谁了 我真是傻 我还以为靠自己的努力 能消除你对我的偏见呢 我是有病 你的看法对我来说有这么重要吗 等会儿 把钱拿着 起码能复着你的衣服去 好 衣服钱我自己付 还有 我诅咒你永远都这么自以为是 白痴才会喜欢你 因为你根本不懂得尊重别人 好 拿下来 都把人给人争处理 那么很安 你认识 你去哪里 你也想ämän 凯凯 菲菲 你开门呢 刚发现给你打电话 趁你上班了 菲菲 你别生气了 我也不知道 昨天许总会对你 做出那样的事情 我错了还不行吗 菲菲 你别生我气了 你生你气 你这一天到晚的 也不上班 完了以后电话也不接的 我还以为你要自杀呢 我不自杀吗 不过也是 像你姓哥这么皮实的人 也不会因为这点小事 就自杀 要真是这样的话 你都不知道死多少回来 见命一条 你万不要 呸呸呸 别这么说 咱俩姐们同命相连 你要降命我是什么呀 程家阳那算什么呀 甭搭理他 我跟你说 我是不想搭理他 可他也不能这么诬蔑我呀 他为什么总把我 往坏的方面想呢 他就想一脚一脚 把我踩到泥潭里 对 他就是一混蛋 走 告飞员告去 告不了 他对我有一票否决权 那就真还拿他没招了 买凶杀人 不是 走 姐带你去小龙虾里 快点 编诗编书 拜拜 拜拜 程家阳 我和你有仇是吧 你这么对我 变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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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喝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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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醉得比我厉害 我就喝了三天 您喝了六天 再混了一红酒 我告诉你 我越混酒越清醒 我都知道这就是高翻院 你知道吗 走 我带你骂你成人磨去 走 骂没用不要脸 你就得教训你叫 你等会儿 那点大的车 您的那辆 卡迪拉克 天哪 这是老死来的 不对 卡迪拉克 天哪 这也太好棒了 这也太好棒了 那这车 好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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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开这么好的车 就是血路 就是堕落 我怎么都想要 你能不能 你能不能 有点出息 我给你买 你要多少来点 我 我就要这两 丢人了你 你这 一会儿那谁出来 那又得说什么 乔菲你爱慕 希望不到的 我赶紧的 不行 别丢人了你 你别碰我 我 别笑了 那车都弄掉了 快走 快走快走 快走 不快走 这是什么 温室 不得有事 我昨天喝了酒 吃了小紅蝦 乔非 干人什么丑什么怨呢 现在大杂抢五点半 现在先不说这个 你告诉我 昨天喝多了我干吗了 你喝多不记得了 昨天你喝多之后呢 把我钱包给抢了 完了以后撕了我一千块钱 记得还了吗 撕了你一千块钱 我疯了吗 我为什么跟钱购不去 那是我半个月的工资 我才都没事了 那是没事了 你昨晚没撕钱你动五了 你把那谁给撕了 谁啊 成人磨 我把人磨撕了 我打了他 我不用 我不用在高翻院混了 我打他打得严重嘛 他会告我们 我有行事责任嘛 您先别慌 我说的那谁 不是他的人是他的车 您把他车给撕了 我把他车撕了 那他车贵不贵啊 他那车卡迪拉克巨贵 巨贵 巨贵 巨贵是多贵 我得赔多少钱 我我我昨天怎么逃脱的 我我怎么 我跟他谈妥的嘛 我您昨天在他没发现之前 就一定是在了 萌萌的夜色之中 我这么机智 所以他不知道 那个肇事者是你 你打死都不能承认的 我不承认 我怎么能不承认 我砸了他的车 我我太不厚道了吧我也 他那车一定有保险 再说了 是他不厚道在先的 他怀疑你卖那个什么 他侮辱了你的人格 你就该这么做 那又不是他的车 侮辱了我的人格 我 我不承认 我睡不着觉的 我我我良心不安 收起你良心回屋睡觉 不行了我求你了 睡不着吃还没呀 对了还有我告诉你啊 他那个车真的非常的贵 光一个后视镜就得好几万了 所以大家现在也不能承认 知道吗 那么贵不就一个镜子吗 不不不不 她那是顶派特别贵 赶紧走吧 拜拜 拜拜 怎么办 你这自己加固的后视镜 可是够绝的 早知不配这么好的了 4S店还得调货 你承家洋的车 难道会不顶配吗 别批 保险配吗 小飞 你过来一下 我有事跟你说 来 我先去上班了 嗯 主任 我那车被砸了 你知道我想跟你说什么吗 对不起 你怎么知道我要跟你说对不起 你跟我说 我知道你心里有气 那天我不该凭空猜想 你为了赚钱去做不对的事情 在翻译时最忌讳的也是凭空猜想 猜想的失误率极大 我竟然也会犯这种错案 真是不应该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那天我车被砸的时候 我就在路上 我看得清晴楚楚 有人影在我车旁边 但我一下来人就不见了 而且我断定不只是一个人做案 是团伙作人 是什么人啊 我不知道 你知道保险公司怎么能够说吗 他们说我的车是自己装的 根据是什么呢 就是凭空猜想 你说气不气人 气人 通过这件事 我这么一想 我对你不是也这样 我作为你的主人教官 竟然不相信你的人品 我更欺人 我这是犯了主官主义错误 所以我向你道歉 你接受吗 你不是不会道歉的吗 你这就是犯了违心主义错误 人是会进步的 人是会改变的 我接受你的道歉 那咱们这节算是过久 对了 我刚才买了点豆浆 买多了 这一袋你拿上去 跟你们实习生一起喝吧 谢谢主任 傻站着干什么呀 昨天晚上又去长夜打工了 没有 你家里到底是有多大的经济负担 你真的会加上我的家 你知道她要能够挑观 你吃吗 你吃吗 你吃了 你吃了 我吃了 我吃了 我会变成一条 走啊 喝杯豆浆 喝杯豆浆 有吃过早餐吗 美美 喝豆浆 要给你 这不是人民质重 喜闻乐见的早点饮料吗 我以为你早上 煮个现磨咖啡呢 暗黑料理 营养丰富 现磨豆浆 暗黑料理 就是见不得光的意思 罚友打算这么烦 你今天不吃饭 我看你啊 车被砸了心情倒是不错 喝上街梯汤饮料 法语受得更溜了 佳阳 你车没事吧 没事 破财免灾 幸亏是车辆都被揪掉了 要是我辆都被揪掉 那麻烦了 坐不了同船了 别别胡说 赶紧摸下木头 你们说 只有我一个人 去深圳做培训 能不能行啊 那怎么办啊 小华是客做 我跟佳阳一个外型不好 也跟内在太兄 跟人做培训不合适 所以田主任选你 其实有道理的 早 文老师 李主任 韩主任 这个是剩下的豆浆 大家都说谢谢程主任 你自己喝了吗 我喝了两袋呢 今天有什么工作 要分配给我吗 去训练室等我 好的 我先走了 我怎么觉得不大对劲啊 怎么不对劲了 你对乔飞和颜悦色了吗 佳阳你不骂人了 瞧你们说的 我有那么凶吗 当然 实习生都怕你怕得要死 稍待啊 我们俩都省心了 他们都特别怕我们 把他们推给你 所以都特别自觉地求上街 走了 这俩人 把我说得跟魔鬼一样 怪不得乔飞叫我人魔 现在太晚了 我送你回去 这不是我的手帕吗 怎么不还我呀 还你还你 也不给我洗干净 钥匙又不见了 哪儿去了 你今天晚上不回来了 你今天晚上不回来了 行吧 我自己想办法了 怎么样了 佳一今天晚上不回来了 我明明看着我的钥匙包 跟钱包放在一起的呀 你的钱包是不是放在腰包里 你看到了 我看到你的腰包送别人了 那钥匙应该在腰包里 好 恍然大悟 那怎么办呢 不住住 送运区里东旭别 不用送我了吧 我得知道你住哪儿 省得你到处乱跑 你好 开一间最便宜的吧 今天只有一间大船房 三百五十八 可以吗 可以 什么的 主任 你这样下去 我一辈子都还不清你了 四百块钱 都在那边签个字 小姐在你的卡七零六八 谢谢 你不用送了 我送你上去 别那么客气 少侠留步 我送你了 小姐 我去 我去 你要去 我去 我去 也和你去 你去 你去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要退房 你好 你不是刚刚才办你的入住吗 对呀 可是我刚刚有急事了 我房门都没开可以退全款吧 我看一下 好吧 好吧 谢谢 师傅 咱们回刚才那个酒店 您好 我找一下七零路的乔小姐 乔小姐刚刚退盘走了 走了 往哪儿走了 不知道 我先去家里 我们来 那里 有个人 我看起来 我的人 有意思 我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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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 疼 疼 轻点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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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吧 包业 我亏你想得出来 五十块钱 管吃管住还有沙发税 我税三百五十八的我折售 乔飞 你好歹是个法语翻译 谁规定法语翻译不能在网吧包业了 我高翻愿也没说 跟我走 只好你住在这儿 我回家吧 我回家吧 这么有钱 这么支持翻译实验 问那么多干吗 住还是不住 住啊 这种档次才配得上高贵冷艳的成果呀 我能参观一下这么高档的地方吗 随便 请准备我们 来 你这有这么多书啊 我可以给你办个借书卡吗 想看什么书就拿去吧 这么好 洗手间在外边 热水器应该打开就有热水 你早点休息 主任 谢谢 吹风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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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能放吗 完了 你帮带东西 闻老师 江阳在吗 他 他不在 他回家了 我刚从他家过来 伯母说他搬到公寓来住了 江阳喜欢喝我们公司的红酒 搬了一箱过来 方便搬进去吗 方便 方便 特别方便 快快快 闻老师 我 我跟程主任 我 我们真的不是像你想的那样 没事 我今天来 其实想把这个给他 这个是我们公司 和合作的酒业经销商 酒会的请柬 我就不进去了 把这个拿给他吧 回头你要有时间 你可以陪他来 我 我跟程主任没那么熟 好 我先走了啊 程主任 怎么了 你慢慢听我说 我觉得 那刚才文老师来了 他误会咱俩的关系了 你知道吗 是吗 是啊 我觉得你还是找机会 跟他解释一下吧 嗯 他看到我在你们家 他那个表情不太自然 我觉得他是喜欢你的 那是因为他把我当弟弟了 不不不 你听我说 看到弟弟家有女人 不会是这个反应的 你知道吗 我觉得呀 我觉得他 也是对你有意思的 你们俩啊 现在就是有一层窗户 只没捅破呢 我跟你说真没事 你不就是觉得 他是你哥女朋友吗 那公平竞争了 反正他们也没结婚呢 你得对自己有自信 你知道吗 你听没听见我说呀 你给点反应行不行啊 喂 哈喽 喂 喂 哈喽 喂 喂 ünk 快了 喂 师父 tenía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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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沾够可以的呀 早 早 我走楼梯 小飞 走啊 早 盛盛 早 早 我知道了 知道什么呢 女朋友 大人 这么高的 我没女朋友 老弟工作做得不错啊 虽然我没看见脸长什么样吧 但是 身材好像挺不错的呀 师叔 什么时候带来让我们看看 好吧 我考虑考虑 乔黑 你怎么了 没事吧 背囊 早饭渣子掉 掉衣服上了 好了 下午有个会 直接跟我去资料室准备一下 对不起啊 我给你添麻烦了 别厉害了 还是人特选择快打气息的 是没有太快打气息的 有少许便宜 出差还顺利吗 挺顺利的 你别说 乔菲的办法虽然有点怪 不过确实挺好用的 主任 那 你要的资料 我给你用 点签分位好了 很好 去吧 这波招进来的 如果能有 乔菲一半的素质 我们每天 就不用忙得要死了 倒要像他这样的 咱们只能更忙 吃了吧 听说这个灰黑开很久 我还不管饭 谢谢 好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休息 二十分钟再回来 那我去趟洗手间 嗨 你累了 听你嗓子都牙了 给你拿点吃的 这又不吃嗓子了 你之所以嗓子哑了 就是因为你太疲倦了 你把这个吃了 把这个喝了 五分钟血满阁 脑中神吗 你试试 咬四十分钟 芕汝诺马索当初若是武感娘 亭就像一些另外样 那么血腥大屠杀就不发生 国际受贿的荣誉也会被嘲弄 一边是军事干预引发的 古道批评 另一边在外交级军事上 取得了成功却相对冷漠 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六十多个国家 在商讨帮助西比亚 解释回来的 对此 一些人不但没有危机获采 反而匆忙挑剔 遇在此次成功中 寻找什么无耻的利益 他们 一份原子谋子虚乌有 准致的假文件为依据 企图使人相信 所有的干预行动 确实为是 等一下他们要是问起来 就是问了什么情况 吗 你们要是用了 怎么办的 这是这种质量的 没有根本的质量 但是才能够 那这种质量 是这种质量 并没有减稳 黑的质量 因为车子虚乌 是一种质量的 尖叫做工质量 什么药啊 我就是看他太累了 给他点兴奋剂 谁知道那东西 那么利尿啊 他肠子还那么通顺 什么兴奋剂 给我也来点 你就算了 听说了吗 程佳阳有女朋友了 传得这么快 他跟你说的 那就是真的了 我是今天早上 听李雷在电梯里面说的 谁知道了 不知道哪个女的 那么倒霉 倒霉吗 你看程佳阳他 人品也不错 家境也不错 都挺好的 除了脸臭一点 曉飞 你竟然替他说话 你疯了 你肯定疯了 你不会得那个 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了吗 对威胁你的人有好感 别瞎说 别走 playful 小飞 我个死 哎 哥 电脑能借我有病的吗 开着呢 嗯 你今天怎么想你过来了 哦 送礼 给我啊 而且 放这儿吧 放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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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这椰子去 你怎么也被赶出去了 我是自己想出去住的 亲生的跟收养的 就是不一样 你看你 又来 喂 下来吧 吃饭 好 吃饭了 你打什么呢 我告诉你 还要给你尝点吗 不要了 慢慢吃啊 吃饭了 冻快吃完了 我也有 爸 妈跟我说您明天又要吃饭了 我特意准备了些长药 喝几杯茶叶 妈 这儿给您 不是献阴气 老常干嘛呀 这是孩子的一片孝心 你平时总变着孩子回家 你看 回来又给人板着脸 喝苦呢 我喝白水就行了 非洲哪儿那个条件呢 到处拿着钢子泡茶喝 我爸不要 我要 好 这种大红桃啊 你最喜欢的茶了 不错 你给我收着 好 带你送进去 好 好 你们都过来 回报 回报 回报你们最近工作的情况 佳铭 从你开始 你也过来听一会儿 好的 最近做了一个医疗项目 不太顺利 没了 说多了你也听不懂啊 你不说我怎么能懂呢 好了 好了 我们换个话题行吗 家铭 我给家阳介绍了女朋友 她死活不见 这女孩真的特别棒 你有空你去见见 对啊 哥 帮帮弟弟 替我去相跟亲戚 你们当真是批乏市场呢 这事儿还带批乏的 不去 你胡闹什么呢 他跟小华的事还没解决呢 什么叫解决呀 你怎么还来封建那一套呢 送人入洞房 还包生儿子 不是奔着结婚去的恋爱 你不负责任 现如今恋爱分手 是很正常的事儿 那哪有一锤子的买卖呀 商业想法 行行行 我有商业想法嘛 跟你没法聊 佳明送你什么给我看看 跟你一样啊 也是茶叶啊 那就给我看看你 来 咱家的成人礼就是扫地出门 你当年出去的时候 妈不是也给你找了一个 跟咱们家差不多的房子吗 我很感激你妈 他是真拿我当自信儿子一样 你就是他儿子 我哥 可你爸不这么想啊 你才是继承他衣博的那个 要不然他当年也不会跑到学校 帮我的志愿给盖了 你现在当医生不是挺好的吗 就那么怕我摘着你们家吗 小明 你站住 这什么意思 你问你妈接三十万 你的工作呢 工作那么多年没有继续啊 你还好意思写这么个协议 你给我解释解释 甲方张教主 乙方高家明 甲方借给乙方三十万 乙方去旅行每周看望第三方 乘思源两次 这什么意思 爸 这个应该不是我哥的 是患者的吧 原来你们三个都知道 我成什么了 思源 孩子没错 这东西是我写的 是我让家明回来看你的 回来看我 一次一签 一签一次 不会有那么值钱吗 你给我走 我顾不起你 来吧 四月 四月 妈 那我先走了啊 我还是按照合同一周来两次 她看不看不 我不负责啊 你说你们父子俩真是 哥 哥 佳阳 你别去追了 佳阳 这东西完了我找人帮你搬吧 没事 我的事您就别操心了 还有 这个卡明天给你哥哥送去 密码是他的生意 好 菲菲菲 你那法国团带得怎么样啊 有没有什么艳遇啊 没有 你这行不行啊 人家都是认识一个老外 谈一圈跨过脸 您这倒好 认人一圈一个没老招 管你是不是老外 没有喜欢点什么可谈 来 我忘了交给人魔了 这个是什么 你别看 给我看一眼 这 这 这男的我认识 这不中男吗 这个 你没看错吧 这怎么能看错呢 他以前东东男朋友 后来生意做大了 就把东东给甩了 东东是谁啊 以前做模特的时候 是谁一跑呀 那他们俩为什么分手 听说这男的脾气特臭 人还特别滑 渣男呗 哪天有空见一面 谁啊 骚扰心心啊 我发错了的 你跟你那个 医生男朋友怎么样 你回来以后 你联系他了吗 不怎么样 欲擒故作 我担心再这么纵了些 我俩就真得慌了 我已经把他给约出来了 这次高低得说清楚 这么骚扰老娘算 怎么回事啊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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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好 大哥 你看看表现在几点 七点一刻 是夜班啊 哥哥 我要是休息不好 我给人家多来一岛 你负责啊 妈给你的 密码是你的生日 你稍等我查一看 你还是人吗 钱不够还得让我 帮你退回去是吗 你要是愿意 你就替我跑一趟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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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不用了 你妈呀 还给这个卡里面 多打了两万块钱 真大方 每次你这烂摊子 都得我帮你来收拾 你大爱无私行了吧 不过这有些人啊 他天生就爱 给别人擦屁股 你怪不得拉屎的 你以后有事找我 别老烦爸妈 亲生的就是不一样啊 不过你没钱 找你没用 有完没完了你 你跟谁俩 你 别动我 我 别动我 我 你帮我托胖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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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先放手 你先放 我托胖子 你放不放 我就 你 一二三一起放 一 二 三 一二 你厉害了 张伟师 我的发型 我的发型 看哪里的歌了 他就十二 看哪里的歌 你怎么回来了 四十二 我不用 我脸也没受伤 还不是因为我手下留情 这 这 你说 这 你怎么能真像得去手啊你 像什么呀 我突然觉得你特别像一个人 我像谁 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人 让我一次次地干擦屁股的活 还生不起气来 一个是你 还有一个是我那个倒霉的实习生 喂 生日快乐 今天是你阴历的生日 我来给你过生日了 佳阳 我不想过什么阴历生日了 今天再过最后一次吧 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的 我还有别的事 是 蛋糕你自己带回去吃吧 谢谢你啊 佳阳 蛋糕我都带过来了 佳阳 别勉强我 说话 怎么了 情绪不好 情绪不高啊 我情绪高得不得了 你 您好 你是第一个祝我生日快乐的人 嗯 许冻 你到底要多少瓶 你赶紧告诉我 喝酒也这么喜新厌旧啊 前一段意大利酒 不是喝得挺好的吗 怎么现在非要喝法国的了 对不起 对不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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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邮助剧坏了刷不了卡了 哦 没关系 我这還有些现金 虽然不多 但是也够买几分 帮我选酒瓶 百元以下的酒 谢谢 你怎么了 你是不是病了 我觉得你今天不太正常 你是不是终于鼓作勇气 要去干吗了 哪儿那么多话 赶紧帮我选酒 这些吧 都是百元产区的 那你有什么建议呢 建议 推荐你挑选新世界产区的吧 然后呢 就挑长得好看的 顺眼的 长得好看的 这个挺好看的 那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好看 我怎么觉得你在敷衍我呢 没有 晚上几点下班 怎么了 找你有事 你这到底什么事啊 今天 算了 没事 没事 你不能老是这样 男的在感情里得主动 你不能让闻老师 转过头来追你吧 是啊 他以前是拒绝过你 但他现在不是失恋了吗 你的机会来了 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 那才叫失败呢 我送你回家 门口见 你这样躲避下去不是办法 你这样躲下去 闻老师也不会回头来找你啊 你现在该做的就是去找他 一把搂过来公主抱 然后还有壁东 你知道壁东什么意思吧 你这种人肯定不知道 就是抢吻他 快去吧 女孩都吃这套 我看你涂抹横飞的样子 很男人啊 朕就是这样的女汉子 遇到你这样的女人 确实让我一把汗 不过谢谢你的关心 但是你确实没有了解到情况 酒我是给徐东选的 就能帮我拿出去 主任 主任 您要的酒 慢点啊 小心 小心点 太仗义了 你怎么知道我今天过生日 还给我买了蛋糕啊 你对你的实习生实在太好了 咱俩在这儿 切个蛋糕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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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还没破坏 你说别人是吃错药 我是吃错蛋糕 但我今天也确实是过生日 我 我赶紧给你绑好啊 你拿给小华姐 绑得有点难看 把蛋糕放回去 我带你去个地方 小华 周南这个孩子很有诚意啊 你看他知道你今天过生日 人家赶紧就跑过来 替你庆祝了 爸 今天是我阴历生日 您不说我都不知道 周南是怎么知道的 这不是有我呢吗 我告诉他 他不就知道了吗 您太刻意了 孩子 我必须刻意地替你安排啊 因为这几年 你在高佳明身上浪费的时间 实在是太多了 周南才是你的最佳人选 也是最适合做文道女婿的人选啊 我们俩家公司合作 那就叫强强联手 等将来再有你们的利好消息 不错不错 结婚不是儿戏 你 您可以不考虑我的感受 但我最少得爱他吧 爱情啊 小黄 其实 你心里面应该很清楚啊 爱情这个东西啊 根本就靠得住 这还用我多说吗 你跟高佳明白白浪费几年了 赶紧换衣服啊 周南在外面等着你呢 这小伙子很聪明 我想他今天一定会向你求婚的 因为你是他能遇见的 在这个范围里面条件最好的女孩 咱们文氏酒业也是现阶段 最佳的合作伙伴呢 爸 您说过的 不会用我的幸福当做您生意的筹码 不会不会不会 可是你跟高佳明没有未来呀 是他把你甩了 孩子啊 既然没有了爱情 那你就应该考虑现实了 周南这个孩子很优秀的 你们两个很般配 如果你们俩能在一起 那对咱们家的生意帮助会很大的 至于爱情嘛 我想等你们相处久了以后 也许会有呢 你为什么不试试呢 如果你对高佳明还是不能自信 那我觉得你更应该跟周南试一试 好好发展发展 一旦彻底失去了 也许高佳明还会回过头来追你呢 也许他下根就不在乎你呢 阿姨 帮我拿衣服 你好 来 来了 佳阳 来 介绍一下 这个是我高翻院的新冰乔飞 这是我们高翻院的老将丁达 你也是高翻院的 日文专家级翻译 同传速度惊人 后来娶了日本太太爱上了创业 开了家日本面馆 这已经是他们家第三家分店了 是吧 丁老板 都那么熟悉了 你就别给我戴高帽子了吧 厨师帽给你准备好了 去吧 厨师帽 你还不知道吧 他跟我学过做拉面 待会儿尝尝他的手艺 不会吧 你还有劳动人民本色啊 别大惊小怪 看着吧 很适合你啊 是吗 像卖肠肉的是吗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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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祝你生日快乐 变好了 厉害啊 要不要加点辣椒 我不爱吃辣 笨蛋 跟你台阶下来 万一你要是被感动的流眼泪了 就可以说是被辣的 少臭美了 好 怎么样 竟然还真的挺好吃的 比如说你这人 他除了翻译以外 还有其他优点 那是 跟着程主任好好翻译 起码有面车 谢谢程主任 别胡说 实习生 好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好 谢谢 哥医生 没事吧 没事 我们继续聊一下小幸福的事 这是瑞士那边干预技术的一些资料 你大概看一看 现在那边到底什么情况 到底有没有效果 都说不好 但是我个人建议 还是让孩子去试试 是 打电话给谁啊 伯父吧 我相信伯父他肯定会投赞成票的 周南 你知道我不够爱你 我替你把那个构子给去掉 我知道你不爱我 可有什么关系呢 只要你和我是合适的结婚对象就行了 合适 爱情需要讲缘分 可婚姻只需要合适 你看啊 你跟我的家境几股相当 商业上正需要紧密地合作 再说了 我们年龄合适 长相也般配 而且你还做过尊锐的文化使者 太合适了 你是在招聘合伙人 还是在找妻子啊 妻子就是最重要的合伙人 并不矛盾啊 我相信你的婚姻缘也是这样的 小河 小河 我会努力做一名好丈夫的 不过有些时候也需要你 能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做一名好妻子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是你跟我求婚时该说的话吗 你不应该说我会对你很好 会给你幸福吗 我肯定会对你好的呀 否则的话 我也不会对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就像刚刚我在向你求婚的时候 你却一直想着打电话给高佳明 我都没有生气 至于幸福嘛 你应该最清楚 现在只有我 能够给你和文道九亿 带来幸福 那你就不能稍微浪漫一点 让我对我们的婚姻 能有憧憬吗 憧憬浪漫那都是穷小子的把戏 我只能告诉你我能做到些什么 在瑞士我有葡萄园 中国最豪华的酒店举办婚礼 等将来我的公司上市了 你作为太太 将会分得一半的股权 真是越来越浪漫了 我要不要跟你签个合同吧 当然可以的 我也赞同签订婚间协议 这样一来对你我双方都好 亲爱的 你答应我的求婚没有 我答应你 太好了 亲爱的 我会努力地做一名好丈夫的 而你呢 就做好你自己 让所有人羡慕我就行了 真的不用我送你回家吗 不用了 你去忙吧 我感觉我自己非常的幸运 还没有举办婚礼呢 你已经是一位贤惠的太太 我会别走 你怎么想起来 我感觉我可以人家 我耳朵 老实你心是与你 谢谢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吃了那么大一碗面 还能吃下蛋糕 我现成的生日蛋糕不吃 多浪费 你就是个馋猫 喂 小华 我有个好消息想要跟你分享 周南她又跟我求婚了 这次我答应了 你现在在哪儿 我马上见你 在我家 闻老师刚才说了 他答应周南她求婚了 他怎么这么傻呀 就是因为你太懦弱了 你不去向他告白 关你什么事 吃点蛋糕 加油 你来了 是吧 江阳 你是第一个来祝贺我的人 我给你哥哥打过电话 可他不接 你说他要是知道这件事 他会生气吗 不要再说这些了 我希望他会 我甚至希望 他能来我的婚礼现场抢婚 你根本不爱钟南 我爱的人也根本不爱我 有始至终都是我在自欺欺人 我一直以为 他玩够了收心了 就会回来找我 我也坚信他一定会这样的 他终于来找我了 他告诉我 他要积极地面对自己的感情 面对生活 可是他却要跟我分手 真的是太搞笑了 为什么呀 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 家庭你告诉我 到底是为什么 你不要这样小华 你别这样 冷静一点好不好 现在连你都这么不懂事 都不叫我小华姐了 以后我都不想再叫你小华姐了 以前我就跟你说过 我从来没有把你当姐姐看 家阳 你不要打断我 我喜欢你 我爱你 你不要打断我 很长时间了 也许你有过感受 但是对我来说 我从来没有这么坦白地告诉过你 但是今天 我必须要告诉你 从你跟我哥好的时候 我就开始喜欢你了 这么长时间里 我哥每一次伤害你 每一次辜负你 每一次让你失望 我为你气愤 我为你难受 现在你跟我哥分手了 我绝不允许你 嫁给一个你不爱的人 我嫁给周楠 不是因为我爱他 那你要是因为要气我哥 我比周楠更合适 不可以 家阳你是我弟弟 我不是你弟弟 我说了多少次了 可我把你当成是我弟弟 家长你多好啊 虽然你很倔强 但你的倔强只是对待你的事业 对你爱的人你很温暖 可你哥跟你不一样 他只有对待他的工作 他会变得温暖 如果一开始我喜欢的人是你 那可能今天我不会变得这么无处吧 现在一点都不晚 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你绝对不能嫁给周楠 你嫁给他你不会快乐的 跟你在一起就会快乐吗 不会的 家人结婚现在对我来说 不是为了快乐 只是为了一个任务 任务 文桃酒业 现在需要周楠他们家的自信进入 那你呢 你需要什么 我需要稳定的婚后生活 需要好的经济条件 需要一个体面的丈夫 这些周楠都能给我 你能吗 这就是现实家阳 现实的力量特别大 比什么都大 那我觉得你在作诫你自己 在惩罚我哥 但是我告诉你 我哥根本不会在乎 他如果在乎 这对我来说是奇迹 他要是不在乎 这就是我们小花的归宿 这就是我们小花的归宿 佳阳 祝福小花姐吧 你一定要来参加我的婚礼 我不会去的 我不会去的 但我会告诉我哥 没有我知道这是你希望我帮你做的 好 好 好 来 反正 听见 小飞 对不起啊 我昨天的态度有一定 那你给我吃饭陪罪吧 你到我应该附近来吧 我发个地址给你 我可不是小肚鸡肠啊 我是有重要的情报要给你 吴嘉宜给我的 是你的朋友徐东送给他的 我觉得他们俩走得有点近 有起子吗 算了 没事 给 这个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一种食物 叫做臭豆腐 您肯定知道吧 我知道 你拿这个臭豆腐配这个酒 你试试 绝配 你先试试 很多事情看起来不是这样的 但你试过才知道它好不好 你就这样 你吃一口臭豆腐 然后你再迅速地喝一口酒 快快快快快 怎么样 难吃吧 非常难吃 对啊 那就对了 你不试过怎么知道它有多难吃呢 你故意的吧 验者上钩 可以聊正题了哈 好 我先给你道个歉啊 刚才对你的态度不太好 没事 我空虹大量我已经原谅你了 那你跟文老师告白了吗 今天咱们不说这个 要么就是你没说 要么就是你说了没用 竞争对手很强大嘛 反正也不是你哥了 你就去竞争啊 你去跟他告白啊 给他幸福啊 我帮你找到了决定性的证据 什么东西啊 这个里面是周南 和一个叫东东的女孩儿的照片 东东呢是嘉怡的一个朋友 无所谓了 反正里面就是周南的劈腿照片 你确定你要看吗 你看完了 如果不告诉文小华的话 你会原谅你自己吗 不用那么麻烦 直接告他不就行了 好啊 然后他们就翻脸了 大吵一架 婚就不用结了 你就可以继续追求文小华了 你不是这么想的 不知道 你暗恋人家这么多年 你不知道自己怎么想的 我又怕他不幸福 又怕我自己给不了他幸福 我决定了 我不想知道里面是什么 我只要守护他 不想破坏他 守护天使 你说你不爱就不爱 你还整这么多这么文艺的词 说给谁听啊 那我怎么办 我像个小人一样去告密 反正我觉得 反正我觉得 要是因为你一句话 他们两个就分手了 那他们就算真的结婚了 也不会幸福 但是要是周南真的劈腿了 你不告诉文小华 他们结婚以后 他肯定不幸福啊 你能原谅你自己吗 给你个建议 要不然我去帮你告诉文小华 或者你自己去 你想清楚吧 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不幸福 对吧 我先把这个机会留给你 你慢慢决定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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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是不是 是 十五分钟后 高翻院楼下见好吗 今天你我没课 你怎么来了 因为有些事 我不知道该怎么给你开口 你怎么知道 这是我记的 陈嘉阳 白纸黑字上面写着呢 又是这个乔飞 乔飞 怎么又是他 这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啊 照片上的女孩 是乔飞朋友的朋友 她是在担心 我的事情不用她管吧 不过她的阶层 你怎么能认识这种走捷径的女孩 的确也很正常 对不起 佳阳 你知道 我看到这些照片心机会很不好 我希望你早点看到 做出正确的选择 什么选择 对不起 我不会受这个的影响 周南以前是很花心 逢场做戏也很正常 可生意场上不就是这样吗 他已经承诺我了 跟我结婚以后 他就不会这样了 他这种人的人品 你也会相信吗 我只能相信 我爸现在只是在亲友之间 说了我们结婚的消息 所有人就跑来都祝贺我们 说我们是强强联手 所以说我们两个公司 对于我们结婚这件事情来说 一定是利好消息 你不能总是为别人活着 你也不能总是为生意活着 我也想我为我自己活着 我也想嫁给我爱的人 可我做得到吗 我走了 我会给他寄照片呢 而且你怎么知道 我给他寄照片 不会留名字呢 凭我对你的了解呀 那凭你对我的了解 你觉得我下一步 会做什么呢 下一步我会去找我哥 他才是小姐 教化真正爱的人 我会去劝他们和好 他不爱我 我很难受 但如果他得不到他爱的人 我会更难受 我就想跟你说 我收回我之前说的话 你不是一个懦夫 你是一个好人 好人会有好报的 是一步的 真正的